我看到这个留言的话 我是有点气愤 你们有没有被自己的另一半 在亲密的那个事上面 有过什么PV的行为呢 这个小伙伴说 你好乔老师 晚上跟男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说跟我那个啥 发现我下面并不是很紧的 并且我们那个啥 并没有什么快感 我该怎么办 首先第一不是所有 没有发生过亲密行为的女生 下面的门都紧得像故宫的大门一样 有一些女生 她可能就很快地掌握了一些 放松肌肉的方法 所以她很容易进入到这种 比较放松的状态 所以没有那么紧绷 第二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就是很多女性 大部分女性 她们在亲密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很多的快感 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纠正过来 咱们不像那个片里面的女生一样 随便弄一下就嗷嗷叫的 不是 不是好吗 没有感觉 无感是正常的 你并不是一个人 那是因为女生下面的过道 对于大部分女生来说 她就是无感 就是不爽的 而更多的女生的快感 来源于外面的那个小豆豆 所以往往我们在进入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内外的刺激 才会有更多的愉悦感 最后的话呢 我想提醒一下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会不会是因为她真的太小了呢 小到你都没有办法抓住她 科学弹性 关注我吧